嗨大家好 我是毛小孩的獸藝爸爸 俗話說得好 貓沙選錯一時慘 一隻選錯 一隻慘 慘來慘去 還是慘 OK 今天獸藝爸爸就來開箱四個貓沙 並且比較看看他們的除臭效果 還有外觀 在選擇上我們到底要注意些什麼事情 GOGO 首先呢 是我們的水晶沙 豆腐沙 松木沙 豆腐沙 豆腐爸爸該做運動了 再來呢 是我們的礦沙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這四款貓沙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OK 其實礦沙的選擇是最多樣的 因為毛鼻接受度最高的也就是礦沙 那礦沙呢 它從很便宜的一包一百多塊的 到一包就是將近一千塊的都有 你一分錢還是一分貨 但是你不要以為說你選到了比較便宜的礦沙 那對它來講就是好的 因為礦沙它有分除臭力低沉 還有所謂的香味 這個凝結力 它各有各的優缺點 等一下我會一一的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看一款貓沙的時候就是首先你要先拿起來 大力的抓一下 然後你把它放開 那放開以後呢 你就會看一下你的手上 到底有沒有粉塵的存在 稍微價格比較便宜的礦沙呢 它的粉塵呢 是非常非常多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家裡是有小寶寶 或者是你的寵物它會比較容易過敏 或是大人它本身是過敏體質的話 你這個粉塵多 你在倒的時候就是整間都煙蓬蓬啦 那過來呢 就是我們要看它的凝結的速度 因為凝結的速度呢 會關係到你貓沙用量的多寡 如果你凝結的速度越快 它很快就結成一塊了 那你到時候慘的話 就這一塊就把它用起來 它就不會一直往下滲 那你如果一直往下滲呢 它就有可能會讓你浪費過多的這個貓沙 好 那我們直接就來看看 就是它凝結的速度啦 OK 好 那像這種礦沙呢 我們稱為叫納基土礦沙 它的凝結速度呢 是會非常快的 那凝結速度快的沙子 它有時候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很容易整個脆掉 有可能它早上尿的 你晚上回家的時候 又看到它就整個崩解了 所以在高凝結的時候 你還要再測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它的結塊的硬度 跟它的硬度的持久度 沙子凝結之後的落地試驗 你看我這一塊被塊礦沙 我把它自由落體的落下 像這樣 你看它這樣子的就是屬於還不錯的凝結的能力 那這種相對的單價可能就會貴一點 那大方向的判斷呢 顆粒小的它一般凝結力就會比較好 那顆粒大的凝結力就會比較差 那如果你又要低層 又要高凝結力 又要高結塊 那可能就要挑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測第二款 叫豆腐沙 那豆腐沙呢 它的顆粒呢 是比礦沙還要再粗 那豆腐沙也有很大的一個好處 就是第一個它比較環保 因為它都是植物性纖維 而且它可以少量沖馬桶 但是如果你家馬桶 是很容易堵塞的 我還是不建議沖喔 那接下來呢 我們也是一樣 測它的粉塵 好就是先抓一把牆 好打開 好 那其實可以可以 稍微比較明顯看得到 其實豆腐沙 它的粉塵呢 是稍微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一般礦沙它還會有做一個過沙 那豆腐沙呢 是不會再多做一個過沙 因為它的耗損會太大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測一下這個我們豆腐沙的這個凝結的速度 好那你看喔 我們現在倒下去已經一段時間了 那我看起來它豆腐沙它會先吸水 那吸完水之後呢 它會跟旁邊的豆腐沙結在一起 那這個過程呢 其實它不會那麼快 那稍微等它一下 好那一樣就是撥沙 撥完沙之後就是纏起來 你看喔 我們現在雖然已經把它纏起來了 它整塊是會比較鬆的 所以你太快的去產你的豆腐沙 它就很容易脆掉 所以記得 如果你是使用豆腐沙的話 你要有一點小小的耐心 給它一些時間 因為它是天然的嘛 那這種豆腐沙的 其實是蠻適合這種小家庭 因為它可以沖馬桶 不會造成環境的負擔那麼多 好那接下來呢 就來測一下我們的這個松木沙 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要沖礦沙 換過去松木沙 你就必須要注意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貓沙盆一定得換 松木沙呢 它並不是結成塊 它是崩解型 所以你在選的時候呢 我會建議選那個 大一點或長一點 那這種呢 它吸水之後 它會先崩解 那崩解呢 你就要有兩個雙層的便盆 因為雙層便盆的用意就是說 你崩解之後是你不要的 所以如果說你那個雙層便盆 它的第一層呢 通常都是一個塞子 那你就要把上面那層拿起來 然後你把它抖一抖 它就會跑到下層區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測一下粉層啦 好那粉層呢 這一款測起來是 就是幾乎沒有什麼粉 所以到的時候其實 就是空氣中會散發成一股 自然的清香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測一下這個松木沙 它吸水後崩解的情況啦 嗯 那吸完水之後呢 就是粉粉 那你想像一下 如果在貓沙盆裡面 有這些粉的產生 你把大便挑掉以後 它這些 你知道時間放得夠久 它會自己就是直接會粉化 不過有些貓不喜歡松木沙的觸感 尤其是全新的一盆 它踏過去 沒有踏到任何沙的感覺 但是它如果已經瓦解的話 就貓咪的接受度就會上升一些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水晶沙 那水晶沙呢 顧名思義啊 它就是 就是看起來像水晶的樣子 那水晶沙呢 目前市面上 它的流通的數量越來越少 因為主要是很多貓咪不喜歡 然後也有些主人會覺得它太化學這樣子 水晶沙的使用呢 跟松木沙一樣 它也需要雙層的便盆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推薦就是使用這個水晶貓沙專用的濃料布墊 它有除臭 它有抗菌的效果 而且時間可以長到一個月再換一次就可以 那我們也來測一下它的粉塵量 如果以粉塵量來講的話 水晶沙是沒有什麼太大的粉塵的 那接下來我們也是來測一下 它的吸附力 水晶沙也是不會凝結的 它也是屬於我們所謂的崩解型 你看它遇到水之後呢 它就會融在裡面 你可以想像一下尿液不斷的經過這些水晶沙 那它的顆粒呢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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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遇到水之後 就融掉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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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 你還聽到有沒有嘶的聲音 很像汽水的聲音有沒有 你喝喔 你看喔 我們就是剛剛都那麼大顆嘛 所以它泡完水之後 然後它就變得就是越來越小顆 就是水晶沙我會建議主人 就是如果你的貓咪很會就是亂吃東西 甚至牠會去吃貓沙盆裡面的東西的話 我就不建議使用 因為它算是比較化學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分享一些小小實用的技巧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預算有限 但是你挑到的貓沙 又是屬於粉塵比較多的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有一些外掛程式可以用 比如說你在你的貓沙盆的外面 加一個落沙墊 它上完廁所出來 撥完沙之後 它出來可以採一採 這樣子就可以不會把你的整個家裡弄得多都是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買的這個貓沙 它本身的儲受效果沒有那麼好 但是它又有的款式 又是貓咪喜歡的價格 你又可以接受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額外放一些除臭餅 或是把它噴一些除臭粉 那這個時候就是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實測就到這邊 那每一個貓沙都有它自己的好處 又有它自己的壞處 那我們都建議 都建議這個主人呢就是可以 可以嘗試看看 然後去尋找 最適合自己 跟自己寵物的貓沙款 如何當一位稱職的蠶屎官 就從了解貓沙開始 那記得 貓沙的選擇沒有一個固定 那一段時間呢 你覺得哪裡好 你也都可以嘗試一下 用一個客觀 使用 實惠的角度去看待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各位蠶屎官們 不要忘記 蠶屎是你一輩子的任務 我是你的毛小孩的獸魚爸爸 掰噗